本港楼价跌势已成。去年11月的反弹檀花一现。12月份随积再回落近1.7%。由于受新型肺炎严重打击。业界预计本季楼价会跌3-5%。成交量更随时卸8成。猜享物业股价储偏制的私人住宅售价指数。去年12月报378.5点。 修例风波急剧转坏。该指数亦同时由升转跌。虽至去年11月份。曾大幅反弹约1.85%。但始终跌势难玩。12月份再掉头向下,总结去年全年。 私楼售价指数仍按年络得约5.31%升幅。当中国类型单位的楼价指数。表现最差是实用面积于1722方尺的依类超大型单位。 全年计。率先由升变跌。去年12月份报290.3点。 预三年低位。按年下跌6.11%表现较好事实用面积753方尺以下的A及B类中小型单位。 全年计。各营升5.4%及6.13%。跑赢大市。 至于业界编制。反映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。CCL。 最新报177.58点。按周升0.28。指数已连升两周共涨0.97。 与此同时。大型屋苑。中小型单位及大型单位指数均齐六升幅。分别类升1.08。 1.04%及0.61。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黄良声称。 四大整体指数齐升两周。反映新春前用家抢先入市。二手交头增加。留价于新春前短暂回稳。但并非转势向上。本周公布的CCL指数。主要反映今年1月6日至1月12日时市况。 当时社会事件逐渐缓和。加上中美落实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。消除利淡因素。准买家憧憬农历年后楼市小阳春出现。增相偷步入市。令当时楼价跌势一度冲定。利好楼价指数。中观四驱楼价指数。有三驱齐升。反映当时入市气氛正面。其中港岛报186.12点。 按周升0.88%。九龙报174.53点。按周升0.61%。新界西报163.61点。按周升0.10%。只有新界东楼价指数独跌。按周回落1.1。然而。上周本港确诊首中新型肺炎病例。加上疫症持续扩散。二手市放几乎被冰封。楼价亦受威胁。 业界料楼市小阳春将会山山来迟甚至不出现。新型肺炎对楼价走势的影响将于二月中旬CCL才开始反映。 美联及利家国军认为。严峻疫情。已令农历年前稍为好转的楼市。再受打击。 削弱市民入市意欲。本季以至数月内二手楼价或下跌3%至5%。 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表示。 疫情已大大影响二手市场看楼活动。较正常情况减约7%至8%。 估计本月上半月的交投极为疏落。成交量按月减5%至8%。 发展商疫料会延迟推盘。一切代疫情受控及减退后。 楼市才会重新转旺。